一块种水很好 但带着许多细血白棉 该怎么设计 这件料子是翠有来料加工的 因为上次为它设计了一个花木兰 翠有特别喜欢 希望这次也能以花木兰的形式来设计成梁柱 就像之前设计花木兰那样 正面叼一半梁商博 对面叼一半注音台 两面结为一体 遇着两人感情深厚 难舍难分 可以吗 但梁柱是两个人物 如果是对立组合呈现 更像离魂的炭音种 既有些突兀 也体现不出人物的情感关系 那怎样拿捏梁柱的关系 又能体现他们之间的感情呢 我们借鉴花木兰的做法 料子各取一边 一面为梁商博 一面为朱英台 将人物调整为头底头 双手互搭 神情悲伤又无奈 中间网如隔了一面镜子 渴望不可及 在试剂时想到 朱英台承送梁商博一个蝴欲坠 作为定情星物 于是将梁柱的身形轮廓 分别化为蝴蝶翅板 借助透光效果 正方两面互相映秤 组成一个蝴蝶 四周用小蝴蝶进行点缀 既利用连续形成 向内而外慢慢散开的感觉 也呼应了梁柱化蝶而飞的故事 这个故事好像结局有些悲剧 会不会不太直立 换一种角度看待 我们将梁柱定格在同一个圆滑山 想象它们穿越时空 十几相后 最终达成圆满的角色 也借成作品服务人们 过程虽难免必经风雨 也要勇敢地去追求心中所爱 愿我如心 君如月 夜夜流光 相讲节